好的,沉寂了一段時間 今天終於有回來月世界 今天要聊一下應該 怎麼說 這個主題其實我想要談到的是所謂 太過素食的新聞 素食就是像麥當勞快速那樣子 你就馬上接收到第一手消息 然後就馬上就砲轟 就生氣 其實我當下也會 說真的,不騙你 我第一次看到新聞寫說 中華民國的叫做被壓迫 然後他要跟陸生道歉 當時的心情是有點不爽 但是回頭去思考一個問題點 為什麼他要背後道歉 這個是重點吧 大家只看到中華民國被欺壓之後 我也覺得很奇怪 前一陣子在所謂的選舉的時候 擁護中華民國的人好像沒有那麼多 好像是這樣子 還是說 現在又變了 那我也不清楚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說,那個新聞出來 那個 我真的想稱之為有一點 不適合當老師的所謂的教授 你 你在記者會上開的那些 那個焦點 把所有的風向帶成說 校方欺壓你 然後逼得你 不得不妥協 然後為什麼講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的教授 會很 很讓你那個 沒辦法在課堂上去 去講出來 但我也不懂的原因是 為什麼一定要在課堂上 講說你是中華民國的教授 有什麼特別用意嗎 何苦 不懂 這樣有什麼作用 能讓你比較愉快 舒服 那些 在嘲笑別人的學生 同時嘲笑同一個人的時候 請問那一個人 心裡作何感想 但其實很多方向都是會 處在說 一開始大家會覺得說 誰受委屈了 大家瘋狂去挺身 那現在第二天新聞出來了 反而大家可能會去支持那陸生 說老師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最大的爭結點在於說 太過於素食的新聞 我們沒辦法消化 也不懂得想要消化 或者是 在這個資訊爆炸時代裡面 我們不得不 看很多藍人幫 或者是只看標題 那你只看標題的結果就會導致你有 直接一篇幹群的想念 就念想會出來 那其實 當然 復古的心態大家都會有 中華民國被欺壓 這當然是不可被允許的 但 回過頭來 看到真正的事實的時候 是發現上課的時候那個老師 用唸語的言語去修補那個學生 我覺得身為一個教師 不太適合做這種舉動 我回想起我之前在求學的期間 我們那個微積分的老師就說一句話 他說 同學啊 我知道你們是什麼分數 考進來 所以我也不會太誘請你們 你們只要可以把那個 後面的題目 稍微背一背 然後我題目也不改 我數字都不改 你只要把題型做好 那你就可以考好你的 所謂的期中考和期末考 那你們是什麼分數 他意思就是你們是什麼卡銷 我知道 你們的成績 我也不會教很多 教太多你也不懂 就是透過一種言語的修 但其實那時候我沒有很討厭那個老師 我只是事後回想的時候 我當然會不高興 但是我覺得 這是沒有必要的事情 一個老師 你要做的是英才師教 你要做的是 讓學生在學習上 有所成長跟突破 那才是你要傳到授業級 獲得的基本功能 而不是像這樣 不想如果我去罵了他 到時候他要告我 我不敢罵他 我們不要去罵他 我們罵他 我們罵他他就 我們就跟他一樣 我們意思是說 當你成為一個 講授課業的老師的時候 你應該做的態度是 不應該去研癮 而且我們很討厭 其實我很討厭那種 歧視別的人 特別是 阿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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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用那個 那個什麼 奇怪的配音 我知道自己配 他們一直以來的種族歧視 不管說是黑種的人 或者是黃種的人 對於我們這種 不同於他們白色膚色的人 他們會帶有一種歧視的眼光 包含這次所謂的武漢肺炎 不要說武漢肺炎好了 COVID-19 人家不想 我覺得人家不想要 接受這種成為的話 我們就不要去講這種事情 Sorry 那這個東西灌上之後 就會導致很多事情發生的改變 我們沒辦法去說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歧視別人 當你開始歧視別人的時候 你就是錯誤了 那你透過跟校方溝通之後 剛好又抓到校方一個把柄之後 把錄音錄起來 然後去告記者會 告訴記者會說 我被校方欺壓 我覺得我身為一個台灣 中華民國的那個教授 我受 我居然要跟陸生道歉 我一個中華民國的教授 在課堂上居然不能講 我是中華民國教授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上課 我從大學四年 做班 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老師 不要啊 不要說 這樣啊 小學六年 好不好 國中三年 高中再三年 我所有歷程來講 從來沒有遇到一個老師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教授 不曉得為什麼 突然間 你一定要強調你是中華民國教授 然後 又 又在課堂上說 對 就是你們 你們這些吃毒奶的 對 就是你們 不可能 不可能 插插背也不可能支持一萬多人 我覺得 沒有意義啊 意義在哪裡 你能帶給他 什麼 什麼教育的理念 或者概念 或者是傳達一些什麼教育的知識嗎 沒有啊 你只是 挑起種族的歧視跟一些 沒必要紛爭 然後那些 笑得非常大聲的 那些人 或許 或許 我不否認 或許在當下的時候 我們也會笑得很大聲 只是 回頭 我只想要回頭 看一下說 當事情發生的原文 到底會 每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都會有它的原因 不是 只是看最後的結果而已 而我們應該去細究 最原始的原因 那我覺得說 最近不管說 再談到 這是一個例子 那素食新聞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比方說 最近的紓困之亂 大家應該被搞得很 頭痛 鬱裂 那比方說 一開始 所謂要紓困的時候 基層沒辦法去做決定的時候 後來侯友宜市長 跳出來說什麼 他要扛 他要扛 那他要扛之後 偉大的蘇 蘇院長 他隔天又馬上宣布說 沒有關係 中央審核 就是 中央審核 然後地方免職 那這一個 這個資訊吃完之後 侯市長就乖乖的 默默的 把那九千份 他覺得 他沒辦法審核東西 或者是他覺得 還可以需要 有中央去審核的東西 他就直接交給了中央 那衛福部 雙方也爭執了一個小時 最後 衛福部自己也收起來 那為什麼又是侯友宜的問題 變成侯友宜在甩鍋 然後 那些挺藍的 說錯了 那些挺綠的媒體 然後 一些 反正就是要攻擊 藍營的媒體 就會 大肆宣揚說 他在甩鍋 然後用侯友宜那種 令人很 覺得很深厭的那種 表情 或許 侯友宜在當下的那個表情 是 他很開心的 可是那種表情 被貼到那個貼圖上面之後 完全被膩了 真的 我覺得 這太誇張 這是 一種 很厲害的手法 我真的佩服那些人啊 這個 這個東西 就變成說 侯友宜把東西交過去之後 然後他馬上就是 所有的那個類似挺 另外邊的那個 粉專全部都改 然後 然後新聞也報導 就變成說 風向就不一樣 那隔天 又有 會有一個人 或是某媒體出來說 那不是啊 明明就是中央有這樣講 那隔天 侯友宜才把東西交給中央 我講的是說 大家可以 可不可以 不要馬上看到某一件新聞 某一件消息 就可能 瘋 就像 看到 一個非常 好的獵物 瘋狂的就咬住了他 但是你不知道 你咬到 是不是 臭的東西 會不會讓你落散 這種 舒適新聞 太過於 快速 然後 他有被驗證嗎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被驗證 我們不清楚 我們不能說他沒有被驗證過 只是說 現在的趨勢來講 大家太習慣於 呃 傳播太多的消息 或資訊 然後 沒有去追溯 最 資訊最原來的 最原始的 呃 資料 然後導致很多人就會 瘋狂 一窩瘋的去攻擊他 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對錯啊 這 就只是說 我覺得說 從這個時代開始 呃 很多人 手機 或者是說 電腦 都可以接收到很多資訊 那資訊 來源太複雜 或太多的情況之下 導致很多人 沒有去過濾 或者是看藍人包 藍人包 或者是光靠一個標題 他們就下了一些 批評跟評斷 那最後如果發現你評斷錯誤 或者是你講 你要批評的人 像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真的是 插蛋 我覺得真的覺得是插蛋 這種老師 能當老師嗎 我真的很懷疑 那時候 我還刻意去找個新聞 然後下面一堆 一堆人留言 去罵那個中原大學 說他們是怎樣 要他們出來給個交代 然後瘋狂的罵 那我想之後 如果新聞又出來 那我不知道下面那之前 留言那些 那樣不堪自演的人 你在另外一則新聞 你要怎麼留言 那你現在要挺路身嗎 那你為什麼挺路身 不是這樣講 意思是說 當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 那個發生的原因 我們就要去了解 所謂的先後順序 那再去根據一些 得到 其實我們根本沒辦法得到 所謂的第一手資訊 第一手資訊 都是從媒體 或者是從新聞記者 從撰寫出來的東西 我們很難去追溯到 最原始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只能透過別人 就是轉播出來的訊息 來去判斷的時候 有時候不要太過於 著急的 讓自己陷在那個泥造裡面 然後我真的覺得 這次真的臉丟到國際了 這個老師上了這種新聞 那這種新聞是不是會上到國際 我也不清楚 如果上到國際 真的是把中華民國的臉 所謂的教育界的臉丟光了 你上課就上課 不應該去有所謂 就是 歧視性或批評性 當然你或許你會覺得不是 但是我相信看過 那個影片的人 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語調或語氣 它是有加出一些 令人覺得心生不悅的感覺 我覺得我聽起來都不舒服 更何況是那個路神 你 單純就只同一個人 我舉一個例子 舉我的例子 以前 我在讀書版的時候 我換過指導教授 然後 好死不死 那個指導教授 又要上我書二的必修課 然後那個指導教授就 莫名其妙在課場上說一句話 他說同學啊 不要像某些人 做事情 沒辦法從一而終 然後 持續努力的 繼續做 他意思是說 我 做到一半 然後放棄 不想做 我覺得覺得困難 我覺得受不了 然後我就放棄 然後我就換了一個指導教授 他就在課場上直接約語 用約語方式 當然他沒有指任何人或誰 然後後來我同學就跟我說 那個很明顯都在講你 我也只能笑笑的說 退啊 就在講我 還好的是說 那門課也過了 也修過了 起碼 我覺得說 你身為人師表 你就是一個老師 你應該有更 更高一層的 那個智慧跟態度去面對學生 第一 學生就是不懂 他才坐在下面學習 不要把學生當成他懂 他懂的話不需要你 你不用在上面了 沒有必要 用不到你 真的說真的 你 你能在上面的原因就是 你知道的比較多 或者是說 你的 你的 知識是他所需要的 那你應該 抱持著一個 其實說句不好聽的 你 你的薪水也是拿他的錢 那他也是你的醫師父母 你何苦對他這樣子呢 今天不管 不管陸生或者是其他 種族學生 大家都應該 意識同仁 或者是 不應該去 受到任何的 異樣的眼光對待啊 今天是你 換作同理心來講 啊 那個老師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會舒服嗎 你會愉快嗎 對就是你 就是那個老師 這樣你會爽嗎 我相信一定不會爽的啦 我也 我會認同說 誰被誰 誰講什麼 一定會舒服 我覺得不會啦 那你今天 你可以 你在課堂上你可以調喊自己 你拿自己當笑話 很多一些 有名的演講者 或是有趣的演講者 他出場 他就是拿自己當玩笑話 去開開玩笑 就要說 看那個又 這麼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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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胖的人 又出現了 下面的人就會笑死一團 那 那其實他就是帶動氣氛啊 但是你把帶動氣氛的 武器跟工具 用在別人身上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合適啊 原則上我覺得也不太好 那回歸 這個影片最主要的 源頭來講 就是說 不管說當 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說大家都要思考一點 就是說 當 資訊來的時候 我們 可以先 多看不同 來源的資訊 或者是等個幾天 然後 不用太著急的 太馬上的去 針對某件事情做評斷 然後 這樣會顯得我們 會更 所謂其實也是帶 就別人帶風向 我們跟人走 那就會變成說 當你過去讀的那些 不管所謂的書也好 或者說 你出了社會經理的某些東西來講 對你來講都沒有太大的幫助嗎 我想有吧 那 根據那些經歷 根據那些過去的學歷 來 得到 來閱讀那些資訊 然後根據那些資訊來去判斷之後 你在下你想要下的評論 然後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說我們可以不用馬上的去 去下評論 就像這一次 不管說在 侯友宜的事件 或者是說 那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 中原大副教授那個事件來說 當你 如果發現 你打錯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丟臉 你不會覺得很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 過去的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也承接所謂的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的文化 那 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裡面 含著所謂的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不就是 人性本善 不就是 與人 就是和樂嗎 那 我們 在透過 我覺得說現在的 資訊來講 或者是訊息來說 大家都 躲在鍵盤後面 打著那個 非常商人的事件 我覺得說 那些商人的事件 其實對我們 彼此之間的情感 或交流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像 所謂創那個 FB 他當初也是想要說 告訴朋友 我們 我 目前在哪裡 做哪些事情 讓別人可以 即時的 知道我們的資訊 然後 去關心 或者去了解 甚至說 他去過我覺得好玩 那我想去 他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延伸出 他後面的無限的商機 那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回歸初心 來思考說 很多事情 發生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 思考跟 面對 然後調整我們的思維 然後不要 我相信 最一開始的 我看到 當初的那個 最一開始 他開記者會的影片的時候 我一定會生氣 而且我會不舒服 但是後晚隔前 沒有馬上爆出的 另外一則影片是 針對 那個老師 在上課期間 對那個陸生 造成的攻擊 跟令人不舒服的感覺 那那個老師 訴諸的是說 他覺得說 他不應該 去跟陸生道歉 他是中華民國教授 他在課堂上講這件事情 他是覺得是對的 但是 但是 最初的 那個陸生 所要點名的 所要指控的 那個 問題點 並不再說 他說他是中華民國教授 而是說 他在 他在上課期間 他覺得說 他受到一些打壓 歧視跟 羞辱 我覺得 這是 不好 不明確的 我也欺騙那個陸生 我們 我們回頭思考 一個點 像 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當初 在上尾經分的時候 我受了那個老師的 我們受了那個老師的 一些言語的刁難 甚至說 有些老師 會跟我們說 你不要盯了 你不用寫 寫那麼久 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我的時間 就趕快說卷就好了 我來改改就好了 沒關係 他們那種態度 就讓你覺得說 有些學生 他是想要真心的 把考卷做到完 但是 他卻用言語的 調侃的方式 去讓你覺得心不足 但是這個學生 卻勇於的去跟校方 執政這種問題 這是身為學生的 這個時代的我 不會去做到的事情 而且 說可不好聽 即便我出事會這麼久 我有可能 也不會為自己 據理力爭 我覺得說 這個 從這個事件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方向 比方說 資訊 在辨別之前 我們不用太多的評斷 然後 在 面對打壓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讓 他可以更 更 受到 別人的一些重視 或者是說 你爭取到自己所謂的權益的部分 當你受到委屈的時候 你當然會心裡會不舒服 那你可以選擇 吞下來 或者是說 你要訴諸出來 那我就會很佩服 所謂那些訴諸出來的人 因為他們有那個勇氣可以去做 我不見得有那個勇氣喔 所以說 有時候 我們應該要 看事情的 那個深度再深一點 不要只看到所謂事情的表面 不要一直吃那個素食新聞 它會讓你 拉肚子 拉肚子 喔拉肚子 我覺得說 回歸到最重要的 這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 接收到那些資訊的時候 我們 不需要也 不用刻意的 著急的去 武斷的去批評 當更多資訊出現浮現的時候 或許它會更貼近 接近於事實的真相的時候 我們再做所謂的批評 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那 做所謂的批評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過於極端 不管說 今天也有人講 就有句話嘛 比方說 你如果得理不饒人 那你 你最後的結果也不會很好 你 你即便得了那個理 你就是一定要打死他 然後 那個做得再怎麼樣爛 其實 其實拍這影片之前 我 其實在 呃 心裡面也咒罵了很多次 那個所謂的老師 然後罵得很難聽 但是我 我不會想在公開場 或者是 或者說在影片 影片的上面去 罵他罵得很難聽 我覺得也沒有意義啊 今天你罵他罵得很難聽 他不見得會改進的啊 他心 他心態可能會更扭曲 會更不舒服 然後他會更 更 鑽牛角尖的 去朝向那個事情做發展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我們 我覺得說我們的利益 應該在於說 如何讓社會更進步更和諧 然後讓彼此之間情感交流 更加融合 這樣才是 身為一個人 有腦子 有思想 然後你去 想要去 做 某件事情的時候 跟人 相處接觸的方法 而不是說 透過一些謾罵 或者是說一些 揶揄的方式 來達到一些 某些目的或手段 我覺得這樣 不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 嗯 一個 sample 那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 讓彼此 抓得更緊 更近一點 其實台灣 不管 現在全世界都陷入一個經濟恐慌 不管說 是不是說 難道你說真的不需要陸生嗎 或者說不需要大陸的一些 所謂的資源 或者是所謂的消費嗎 我覺得 很難把 台灣有百分之四成以上 都是外銷到大陸 我們還是需要 所謂大陸的那一塊市場 來去攻擊 台灣的那些市場真的很小 我覺得說 大家不要 再有那所謂的意識形態去對抗 不管說你的想法是 台獨也好 或者是說 一中也好 或者是說 你有你的一中 你的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的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就 彼此之間摸骨 然後不要刻意的去干涉對方 我覺得這樣是很好 我覺得說有時候 人不需要活得太過於 黑白分明 有時候 處在一個灰色的地段 你不去 刻意去挑逗 我不刻意去挑逗你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 讓彼此 有一個 可以 喘息的空間 讓 不管說 對岸也好 或者是 我們也好 都是一個可以 真正的 存活的一個 走向未來一個 攜手的一個 概念啊 那以上是 這個 我的一個小小想法 我不知道 各位想法怎麼樣 那也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可以的話 去幫我多多按讚分享 那如果 還沒訂閱的話 幫我訂閱一下 感謝你 掰掰